各位麦子学友的网友大家好 上一节我们学了小图标的用法 这节我们学习下拉菜单的这个用法 那下拉菜单呢也相对比较简单 那还是Bootstrap帮我们定义了很多的样式 以及什么呢 标签的签套规则 我们按照它的这个标准来使用就OK 那我们找到这个 Bootcss这个网站 我们找到下拉菜单 那这地方呢给大家也是两个效果 就download和什么呢 那这地方呢给出了原代码 这地方因为他加的属性比较多 我还是给大家写一个精简一点的版本 好 那么新建一个web项目 c吃10 然后把09的内容做个复制 Ctrl C 好demo01 等一下的东西删掉 因为我们用到加script的可能 所以所以我们这儿用一个script 嗯 tack吧 text 我无所谓了 首先导入我们的jquery script script language javascript src 到我们的bootstrap 压缩板 那我们要做下拉菜单 首先呢我们定一个div 这个div呢 我们指定它一个样式 叫dropdown或者dropup 然后呢我们再照着这个效果来做 然后我们做这个按钮 按钮上有按钮有边有个小三角 向下的小三角 那么就可以给一个button tap button class class我们给一个btn btn 比如说给个danger 红色的按钮 然后我们在这按钮上写一个 按钮上写一个名字 比如说 下拉 下拉 接下来出现小按钮 spy 小按钮注意用心一下 这样的小按钮 但是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给 给一个图片也行 给给我们的小图表也行 那比如说我们要给小图标的话 你当然这也给一个 spy class 我们找个小图标 找到我们的图标 比如用户吧 control c 好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就点它出现个什么呢 啊 紫菜单 那紫菜单的做法呢 我们就在这加一个 ur 总的结构就是菜单 像我们用urli来做 ahref 这个叫 文件 好 这我就不写一个写了 我就复制一下 四个菜单 四个菜单 好运行一下 主要运行一下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样式 class drop down menu drop down menu 才能把它里边的东西给隐藏掉 否则它默认音显示出来 点它没有反应 那我们需要看另外的一个属性 找到下达菜单 要加个什么属性呢 注意看我们在按钮上要加一个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data togo 等于 找 找不到 在按钮上增加一个 它 好运行一下 点它出现了下达框 点它就出现我们这个下达菜单 那下达菜单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格式上就是首先我们给一个大的容器 drop down 然后呢给个按钮 这个可以是按钮标项也可以A标项都行 加图标也行 这地方给个 比如说给两看字的用户 然后是unl unl li是做我们这个具体的这个下达 嗯 列表的每一项 那记住它的类选择器一定要是给drop down menu 两个drop down drop down menu 然后这个button 这个button呢是 别忘了这个东西 data togo等于什么呢 drop down 好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说 I用户 我们就可以找它的什么呢 点它就弹出下达框 好 这是我们的下达框基本的这个用法 那么再看对齐的模式 下达框默认是左对齐的 我们看一下 我点它默认是左对从这左对齐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又对齐 我给这个 给它设一个 Core Core SM 3吧 Core SM Offset 把它放到这儿来 那么再看它的对齐模式 注意看 我们可以在 嗯 这个 这个地方 照 menu里边 我们可以给个 Drop 主要Drop down menu left和 menu right 看一下right什么东西 像在就是在容器的右边出现 点它 就在这个容器的右边出现 菜单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Drop menu left 不介意 不介意大家用Pore left和 Pore right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 对齐对齐方法 再看标期 我们的下达框里边呢 比如说第一项 我是要一个标期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做 标期就不需要超列结了 就比如说是 文件管理 这个标期我们这可以加一个 class Drop down handle 就说明这一项 下达菜单的这一项是个标期 好运行看一下 那文件管理这项是选不中的 只能选其他的啊 这是我们的标期 那标期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分隔线 看怎么来做分隔线 分隔线我们加一个类选择器 叫Divider 那分隔线呢 它只是你做了 离上面和下面 给了大概9个像素的这样的距离 好点开看一下 就这个分隔线 离上面这个Li和下面这个Li 大概是9个像素这样一个结局 这样做了一个什么呢 分隔线 那我们也可以把某一个菜单给它 禁掉 禁掉的话 这个上给class 不是它 应该在A标杆上写 这儿弄错了 这儿弄错了 多了双一号 没有效果 那我弄错了 那应该在Li上 加个例选择器等于DESABLE DESABLE DESABLE 等于True 没效果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文档 禁用对齐下 禁用 禁用的话我们是在 加个类选择器 DESABLE 我能错了 Ri上加个例选择器等于DESABLE 那就把这个菜单项给禁用掉了 没什么效果也 没什么效果 找一下 哦 我写错了 Ctrl S 保存一下 嗯 这个禁的 鼠标一上变成什么呢 一个呃 一个禁用的图标 那他的用法呢就是在Li上加一个 加一个ClassDisable 就OK了 那这下标签呢可以不需要 因为官方给的这个语意更丰富一些 对我们来讲 这个要不要都行 无所谓 好 保存一下 再运行一下 同样的禁用的禁用的图标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定它为激活 激活的话是Class Active 看一下Active长什么样子 Active的话就是文件默认设了一个背景蓝色 然后是白色的一个文字 这是设这个下拉菜单向的它这个状态 Active 都可以 那这个呢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大家把这个操作一下 按钮组我们下一节来讲 好 这一节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大家把这个下拉菜单点开 把这个文档大家看一遍 然后把这两个效果照着什么呢 自己手动写出来 这里边很多属性是没用的 大家根据我的这个录像 用最简的这个代码把它什么呢 写出来 就行 这是下拉菜单 但这个菜单向上我们也可以用图标 也可以用图标 比如我这要加个图标 Spy Class 好 我给它加个图标吧 加一个什么图标呢 加一个关闭按钮的图标 contrast 好 账到好文件上 它就多了一个关闭按钮的图标 好 这是下拉菜单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